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受言论自由的保障 最多只能算是违反行政方面的选举规定 所谓行政方面的选举规定就是说 你就过十点的时间了 你怎么能说就继续开车车车回来做算盘 那当然很多观众朋友说 如果抓到会选难道不能这样子做吗 所以古政会的说法是说 国民投票的平等机会并没有遭到剥夺 如果这样来直接做一个当选无效的判决 会不会太过重判 这是几位法官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边双方意见并程让您来了解一下 那么事实上这个司法诉讼战 到现在还有还根本是看作七个一 没完没了怎么说呢 陈菊阵营控告走路公的会选案 因为这件事情整个爆发之后 打开公 这个会选的人怎么没事 然后这个揭发会选的人 反而是当选无效了 这太不公平了 问题出在哪边 事实上陈菊 毛各黄俊英阵营 控告他们涉嫌发放走路公事件 涉及会选 这件案告不准为继 检察官审查的结果是有起诉的 但是法院还在审理之中 这是第一个案件 也就是回归事情最初的本质 如果有走路公的话 目前院方检方的侦办最新进度是如何 检方起诉了 法院还在审理之中 另一方面呢 因为举行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黄俊英措手不及 所以黄俊英阵营就控告陈菊等人 加重诽谤 认为就是说 没有会选的事情是陈菊在诽谤 但是审理结果是不起诉的处分 他陈菊并没有被认为 法官认为有加重诽谤的罪嫌 再来看看当选无效官司 这几天吵得很热的了 判决当选无效了 那么陈菊他已经说好了 上诉到底 而且民进党服务院党全力支持 那么在选举无效的官司部分 何一婷是驳回了黄俊英所提的 选举无效官司 但是国民党栏尾认为说 高昂市议会应该要召开临时会 要求陈菊辞职改选 这是国民党方面的动作 而且要针对这个验票部分 这个票务疏失的部分 继续提出所谓的选举无效官司 还有一个案子 这是第五个案子 陈菊建营意图使人不当选 其实是不起诉处分 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如果说黄俊英在刑事的部分 控告陈菊阵营意图使人不当选 是不起诉 那么为什么不起诉了 还要当选无效呢 这个是民事的官司 民事的官司跟刑事的官司 对于说判案的法官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法官的见解 不同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相互矛盾的判案结果了 就是说我个人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算成举有过了 不算意图使人不当选 但是当选无效官司还会过 这就是说 没一个法官认定大不相同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 当然蓝绿阵营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现在变总统的马英九 马英九的看法如何 一起来了解 会有效的来遏阻选举当中 所使用一种非常不正当 不道德的手段来改变选举的结果 其实我有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法官的做法是震聋起溃 让大家耳目于心 以后选举当中再要用奥波的话呢 它就会发生选举无效的结果 对于使用这些奥波的人 会有很大的吓阻力量 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们的国家经常发生 我们希望它能够维持原判 让这种选举的歪风 能够从此在台湾的政治上决击 好 这是马英九的说法 他肯定了这样的一个官司判决 至于在民进党的部分呢 那么陈伟党总统今天会报三点半 就要来跟陈伟党举名 来帮他加油打气 同时讨论这个 接下来继续打官司的策略等等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这个民进党正有一个人独独 采取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意见 也就是一开始表态 他曾经表态说 他要参选高雄市长的立委管毕林 管毕林我们知道 他是这个谢长廷旗下的子弟兵 第一时间他说呢 干脆呢就是直接重选 不要再上诉了 一切交给选民来做决定 但他今天态度急转直下 是不是因为谢长廷介入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 那总牛市长的立委 参选到此 感谢观看